慶如年二開播時間已頂 句號 網友已經迫不及待了 句號 慶如年官媒公佈了 慶如年二正式啟動的消息 這個喜大普賓的消息 讓網友們激動不宜 等了那麼久 終於要和大家見面了 網友們還以為定當了 原來鬧了個烏龍 目前慶如年二還在啟動階段 正式和大家見面 還要等上一段時間 句號 慶如年播出之後 第二季遲遲不來 讓觀眾們一陣好等 句號 有網友表示 等得太久都快忘記 上一季的劇情講的是什麼了 時隔一年 慶如年二項目終於啟動 算想拍攝和製作時間 不知道正式和大家見面 又將是什麼時候 目前慶如年第二季 已經見了鬥反調 預計將在2022年開播 對此不少網友表示 這時間也太久了吧 好不起 不過慶如年第一部開拍時間 是2017年也是在2019年才開播 事實證明片方製作時間充裕 才拍出這樣的好劇 所以第二季2022年開播也是合情合理 就像製片人所說 並不想因衛生熱度 而敗壞 大 P 的口碑 目前項目已經啟動了也是好事 想當初白夜追空播出之後 觀眾們都在期盼第二季 如今好幾年過去 主演官月明已經主演了好幾部其他大熱電視劇 白夜追空二環視一點消息都沒有 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項目啟動都是問題 觀眾們心碎一地 比起白夜追空遙遙無奇 慶如年二可太有盼頭了 電視劇慶如年根據知名作家 貓你的同名小說小說改編 自2019年開播以來就受到廣泛關注 那段時間追慶如年這部劇可以說是一種流行趨勢 小范大人、雞腿女孩、陳平平、藤子經等一眾角色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藤子經死的時候著實讚了觀眾一把熱淚 上一季二王指示幕後大BOSS已經暴露 而范閒死在最後一集 觀眾們都還在等著范閒死而復生 亦封翻盤呢 演員張若雲表示第二季最想看的場面是大昏 最想的角色是五足叔 實在太可愛了 據色慶如年二有望遠班人馬繼續出現 這對觀眾來說又是一個激動不已的好消息 畢竟玩國會影響追劇的觀感 有了前一部演員的演繹 觀眾對角色的印象就會固化 趙然換國會打破原有印象 代入感會大大減弱 曾經也有電視劇因為演員爆紅 新架水漲船高 而未能繼續出現的情況發生 愛鬥出身的超戰在出現慶如年 年冰雲一角時知名度還不是很高 陳情令播出之後 超戰新架上將 是否繼續出現年冰雲一角也引起了豬多猜測 通常遇到臭不齊緣班人馬情況 劇組要魔換國要魔改劇本讓角色下線 一定程度上來說會影響劇本整體質量 也會給觀眾帶來很多遺憾 也有網友擔心 國產劇很難避免無法超越第一季的魔咒 不知道慶如年二是否能夠繼續延續輝煌再創新高呢 其實這一點大家大可不必擔心 天劇王娟大大的天劇實力有穆共島 穆虎風雲 武樂全奇 大宋少年志等有口階碑的電視劇都出自他之手 王娟大大非常擅長寫群像戲 中觀他的作品 他還很擅長寫懸疑探案 劇情跌蕩起伏嚴絲合逢 有很多反轉 並且劇情不苟血不矯情不馬麗蘇 每個人物都能夠寫得非常生動飽滿 並且王娟大大三觀狠正 劇本的主子都是非常的正面向上的 這和慶如年的調性是非常相符的 比如劇中葉輕微這個角色雖然沒有幾個鏡頭 但是他是貫穿整個故事的靈魂人物 而王娟讓這個角色綻放了難以言喻的魅力 速度回到此條件 4 �磺 4 4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